大衛哥必須要跟你說 你的客氣不代表你有禮貌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碰到一個高價值的人 例如一個企業的老闆 上司或是很正的正妹 你的語氣是否會往上飄 然後讓我示範一次給你聽 陳老闆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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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老闆你好 或者是 不好意思 我覺得你氣質不錯 可以跟你交個朋友嗎 就是這種感覺 你是否會覺得很可怕呢 然後如果你覺得沒有這樣子的人的話 你就是這樣的人 就是你 你就是這樣的人 大衛哥在這一集必須要跟你講說 太客氣以及尊重 這兩個的本質有非常大的不同 哪些方面有不同呢 讓我先講一下 首先第一個就是語氣方面 今天如果你尊重一個人的話 你不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對待人 當你太客氣跟陳老闆講說 陳老闆你好的時候 你認為他會覺得你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嗎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當你用這樣子的語氣在說話的時候 其實你是用一個取架子的方式 感覺好像你與陳老闆 好像是不同類型的人 不同世界的人 vs我今天跟陳老闆很尊重他 那我也同時也可以很有禮貌的 對不對 我不是說陳老闆你好 不是這種感覺 是嗨 陳老闆您好 您好 有沒有 我的話語還是很有禮貌 然後我對他有一定的尊敬 當然我的語氣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穩定 嗨 陳老闆您好 嗨 陳老闆您好 嗨 陳老闆您好 這兩樣本質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另外一個就是 我在清場的時候 在跟女生說話的時候 我尊重他 我有禮貌 我很紳士 跟我太客氣 還是有本質方面很大的不同 很多時候我們都覺得 客氣 我們就等於有禮貌 當然他根本完完全不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個概念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從你的爸爸媽媽來的 從你的爸爸媽媽 從小時候的時候 他把你罵到一半 你怎麼這樣子 你怎麼這樣子 齊豪王齊豪 你給我過來 你怎麼這樣子 嗨 嗨 你好 怎麼以為是 OK 我們都對家人超兇的 我們對陌生人 我們都很客氣很客氣 所以我們就覺得客氣就等於禮貌 可不是這樣的 客氣不等於禮貌 尤其所謂叫做太客氣 就是當你的語氣不停的往上飄 然後因為這個人是有價值的 所以你一直感覺好像想要在他身上 得到一些價值 你有沒有看過 Lord of the Rings The Precious The Precious 那一個 就一直還想要得到價值的那種感覺 好像想要只能在你身上 把你的靈魂全部都吸出來的那種Fu 當你的語氣不停的往上飄的時候 你散發出來的感覺就是 你是一個很低價值的人 然後你想要透過高價值的人 可以去得到更多的名氣 更多的價值 更多的資源 這樣子的話你才有辦法提升 你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跟高價值的人去互動的話 其實這些人是不會想要理你的 不會想要理你的 他會覺得很恐怖 所以光語氣方面的修正 其實就可以改變一切 為什麼我們在進階課程 一定要訓練一個男人的聲音的原因在這邊 我們除了訓練一個男人的音量 我們還訓練他的音頻 除此之外 我們還訓練男人的語氣 因為這三個結合起來 會變成一致性的 有權威男人的聲音 所以當你把這三個元素全面 就結合起來的時候 你在一個最基本的這個自我介紹 說出口的時候 你會立刻讓對方尊重你 我之前有講一個表面上一見鍾情的一個故事 當我說 hi my name is Dave 的那一刻的時候 其實女人 就已經被吸引到了 可是這就是所謂的一見鍾情飯 這就多少少他對我有興趣嘛 對不對 你們很多人在第一印象就輸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們的聲音不停的往上飄 hi 我是 Dave 誰會尊重你 誰會喜歡你 沒有人嘛 他就覺得你是一個低價值的人 不值得尊重的人 不值得花時間在你身上 不值得花資源在你身上啊 然後等等都是正確的嘛 因為你在用一個取價值的一個態度 然後去跟人家互動 自然而然 對方當然不會想要跟你互動嘛 那所謂的太客氣 還有禮貌 這兩個人的差別還差在哪裡 除了語氣以外 還差在哪裡 你在誇獎人的時候 你在誇獎人的時候 要你身心底底 真正覺得這個人值得被誇獎 你在誇他 那我就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 就是我比較年輕的時候的一個故事 我記得在某個社交場合的時候 我的朋友 的朋友來到社交場合 然後他帶他的寶寶來 就是 最近生的兒子 來到這個社交場合 然後我去跟他說 Hey Tom 你的兒子好可愛喔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就是預想不到的一個回應 他說 幹你最好是 我都覺得我自己的兒子很醜了 你覺得他很可愛 然後說真的 那個寶寶真的長得蠻醜的 可是我為了客氣 那我竟然講出了這句話 那還好 Tom是一個還蠻直的人對不對 所以他並沒有把那個 埋怨埋在心裡面對不對 可是大部分的人 其實不會那麼值得把他講出來的 所以你就想 你在你的人生當中 在誇獎的過程 究竟冒犯到了多少人 你想一下 搞不好比你想像的數字還要高 因為當下你只是為了誇獎而誇獎 你不是身心底底的真正這樣覺得 當你不是身心底底的真正這樣覺得 並且你又做一個誇獎的動作的時候 你這個不一致啊 對方其實是看得出來的 這是為什麼你在誇獎女生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接受你的稱讚原因 因為他感受不到你 然後他們又剛好是感性方面的動物 所以你覺得這樣子誇會誇出什麼樣的效應呢 理所當然的他不會被你吸引 太客氣女生也會覺得很奇怪 你為了無緣無故過來誇獎我做什麼 只是因為我長得很正嗎 這感覺都沒有贏得到這方面的稱讚 你懂我的意思嗎 不是今天如果我真的覺得 他的刺青真的很好看 或是他今天戴的帽子非常非常特別 並且我在給原因的話 如果是身心底底這樣子覺得的話 那感覺是完完全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說話的課程的時候 我們常常講 發表出自己的意見 然後並且要給一個優質的原因 為什麼你會這樣子覺得嗎 那其實事實上誇獎其實也是這樣 所以不要為了想要誇獎 所以誇獎 這樣反而不禮貌 要有禮貌的誇獎的話 那你要身心底底 這樣子覺得你在誇獎 那其實會議室中的表現其實也是如此 多少時候 你在會議室中 無論是你自己的公司 或是你在談談的時候 你不敢發表出你真實的看法 因為你客氣了 你很客氣 成懂了解了解 原來是這樣 你到底在幹嘛 你到底在幹嘛 你在會議室裡面 你的工作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要提供價值 要解決問題 然後你浪費了60分鐘 還有90分鐘 120分鐘那邊 kiss ass 他媽在那邊拍馬屁 是有什麼用嗎 你告訴我到底 在這時間線裡面 你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價值 當你沒有任何pushback 我們所謂的pushback就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陳老闆不停的一直在往這邊推 然後你就一直被他推推推推 推到角落去 沒有任何推回來的動作 這就叫做pushback 怎麼可能嗎 怎麼可能 你知道很多業務 沒有辦法簽單的原因就在這邊 因為他在被客戶霸凌 客戶講什麼 他媽感覺好像都對了 然後你在約會中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吸引女人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你本身就應該是一個 領導者方面的角色嗎 不是嗎 然後結果 女人發表出意見 一直往這邊推 然後你就被推到角落 你被女人霸凌 各種情緒方面的霸凌 你懂我意思嗎 還有意見方面的霸凌 然後最後你都沒有辦法 去發表出你的意見 這只會顯得你的低價值 為什麼 你太客氣了 因為人家是高價值 人家的經驗比你還好多 人家感覺好正 人家感覺在這個社會地位 趴得比你還好高 所以印著Oh my god 我很不敢發表出我的意見 其實用另外一種心態好不好 你在這個世界上 有辦法去提供一個獨特的價值 因為每一個人對一件事情的見解都不一樣 只是你在這個會議室當中 你敢不敢把它發表出來而已 你在約會也是會議的一種 一對一 一加一等於一個會議嗎 只是目標有點不一樣 約會的目標是什麼 去更了解彼此 在更了解彼此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在一些點子方面 還有一些idea一些議題方面 有一些pushback 就是他對於這件事情的想法是這樣子 可是你可以推回來說 其實我不認同的原因是在哪裡 並且用很有禮貌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 不是說幹你娘就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這樣講 智障是不是 不是這樣 說話還是要有意思 我們還是可以很有禮貌的說 可是我們可以很有自信的說 很有自信的把我們心裡面真實的看法 我們不能把他表達出來嗎 這樣子你在會議室裡面 你才會成為一個領導的角色嗎 你才會成為一個高價值的角色 人家才會覺得你跟他是同level的人嗎 更何況今天我在跟客戶談談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是領導者 我是在做決定的 我也在選客戶 你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一直在push我的時候 其實actually我也會pushback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要成為那個領導的時候 我有時候我要教導客戶說 不是他想想的那個樣子 那這是你的責任 在約會的時候其實也是這樣 就是一女人對於男生的見解到底是什麼 如果他說 我覺得男生都是很會劈腿的豬 很多男生都是這樣 我可以先同理他說 OK 我認同有一些男生是這樣 然而其實不是每一個男生都這樣 還是有很多好男人是存在的 很多男人是存在的 很多好男人是存在的 很多好男人是存在的 這是用這開玩笑的方式 把這件事情帶過 這個叫做什麼 這句叫做pushback嗎 難道你要跟他講說 對 你知道嗎 男人都是這樣 現在怎樣 現在怎樣 你還喜歡女生嗎 對不對 這現在到底怎麼以為是 對啊 其實奇怪喔 奇怪 就是當你一直不停的去認同女人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變得非常非常低價值 就不是說他講的話很有道理的時候 你不要去認同他 當然是他講的話 根本就不make sense 沒有道理的時候 你可以很有禮貌的不認同 你知道嗎 很有禮貌的不認同 你不要因為客氣 然後什麼都認同對方 這個就是太客氣就會變成一個不禮貌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那個不一致大家都看得出來 就是會是成為你沒有心力 還有你沒有權威最大的原因 所以我在這邊大衛哥希望你在心態方面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轉變 一個低價值的男人他會怎麼想 他會覺得 今天因為我的口袋不夠深 因為我的經驗不足 因為我的能力還沒有到位 因為這個人在這些條件方面都比我還要優質 所以因此他比我高價值很多 現在完蛋了我現在一點價值都沒有辦法提供 我只能在他身上取價值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子 這是為什麼你得不到尊重的原因 然後一個高價值的人他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OK無論如何 不管這個人的經驗是不是比我還要多 不管這個人的口袋是不是比我還要深 或是他的能力比我還要強 我都可以認了 不是叫你好像用一個很科幻的角度 你就要去想這件事情 好像就是明明人家經驗比你還要多 然後你硬要說服自己 然後你硬催眠自己這樣 你的經驗比對方還要多 你的經驗比對方還要多 不是那麼白目 就是你可以認了 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雖然你經驗比對方還要少 雖然你口袋沒有那麼深 可是沒有關係 你還是有辦法在這個會議室當中 或是在這個約會當中 你還是有辦法去提供一些 你自己的獨特的價值 給這個會議 然後給這個社交場合 那很多時候這個價值 不會是可能能力方面 也不見得可能是金錢方面 這價值有可能是 就是情緒方面的轉變 還有提升 也就是說在約會當中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證實說 你有辦法去提供他物質方面的需求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女人在約會的過程當中 如果她情緒有起來的話 她感覺挑情的氣氛有了 她感覺跟你在一起很開心的話 她會在她頭腦裡面想各種藉口 為什麼要跟你在一起 所以就是現在我在講的 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就是你的心態一定要轉變 OK 你的心態一定要轉變 你當你的心態轉變的時候 你與對方才會進入一個模式 叫做價值方面的交換模式 也就是我有價值 你有價值 然後我們在這做一個交換的動作 因為我告訴你 只要是高價值的人 他都會想要跟同等級的人在一起 同level的人在一起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證實這件事情的話 我告訴你 你沒有辦法跟高價值的人做朋友 而且這一切都從你的態度開始 所以你用什麼樣的態度去看待你的人生 就是重點 OK 你要用一個貧窮的方式 還是你要用一個富足的方式 由你來決定 好 我們這一句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你幫我按個讚 並且回應 我是GX 我會勇於表達我自己的想法 我是GX 我會勇於表達我自己的想法 好 記得我們每週日 我們都有一個高價值GX的實體講座 然後在這個講座當中 你可以交到很多高價值男人的朋友 不但這樣子你在職場清場 也會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改善以及提升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按以上或是影下的連結來參加劇情喔 大衛哥親自邀請你 活動見了 掰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位有魅力的高價值男人 歡迎你參加我們舉辦的 GX高價值男人實體講座 我們討論各種男人有興趣的議題 聊天技巧 網聊技巧 舞台魅力 談判技巧等等 現場的興奮肯定超越你的想像 有興趣的GX們 點以上或以下的連結報名就行了 很期待當場看到你